我18岁就入行做厨师了 你问我为什么做厨师选择 我喜欢吃 那个年代的话 就是在香港有一份厨师的工作 其实已经可以养家活口的了 小的时候牵着父母去庙街 关街的时候看到路边的沙泡饭 哇很香很吸引人 那么看了很久想吃 但是家里的环境不好 就也没有开口了 只是流口水这样看住就不舍着就走 这个本来我以为就看过就算了 然后哪里知道父母看到这个情形 后来就带我去吃了 香港的冬天比较冷 所以我们在街边 尤其是庙街那边男人街 他们叫男人街 路边的话有很多沙泡饭 先煮先吃的 哇那种味道啊 那种气氛啊 尤其是很冷的时候吃沙泡饭 很暖 那个味道是你不会忘记的了 所以沙泡饭在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好吃 怎么样吃都不会厌的一道菜 28岁的时候我就这里请我过来新加坡做厨师 来到新加坡我也是把这一道菜翻在我的菜牌里面 很幸运客人也是很喜欢 所以沙泡饭在我们进股蛋里面也算一个招牌菜吧 一般我们现在煮饭的话是用电饭煲了 所以变成你很容易洗了米一定的水分就摆进去就算了 到时候它就好了 但是沙泡饭不一样 生的米经过你怎么样大火小火 然后放辣味进去 然后它慢慢慢慢成形以后 又怎么样盖住盖子给它慢火把它做熟 其实整个过程的话大概要45分钟的时间 你看到它是一个过程 那个过程的话是如果你用心慢慢去做的话 对你来讲是一个艺术品这样 你可以把它做得好的话你会很满足 就跟现在你在家里煮的那个天饭煮的饭 其实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过程你会享受到如果你喜欢煮菜的话 古师傅的沙泡饭它是从香港比较传统那个辣味的 而我们做的沙泡饭是比较东南亚的 然后有鸡肉咸鱼跟腊肠 然后多香菇啊 就这样多混泽的味道在里面 也比较属于大众化 也比较方便 然后没有这么复杂 就是一锅好就上 一般我们香港有调一个酱油 然后跟那个饭闹在一起 跟那个辣味一起吃 那么吃到最后的时候它有一个锅巴 只要不浇的话 那么那个锅巴是很香的 吃完饭了 那么你说我放一点干贝啊 或者冬菇啊 或者便宜的 你就放一点冬菜进去 用水或者汤去煮它 它变成另外一道菜了 我们叫上汤锅巴 那么就是你可以吃饭 可以吃辣味 还可以喝汤 一个沙波饭可以有几种吃饭 对食物的话 在我们的有小的心目中就是说 哇真的要吃东西 要靠自己去努力 才可以吃到好的东西 其实沙波饭给我领悟的一个道理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人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什么都不会生疑 然后经过一个磨练 经过大火小火一个过程 是好还是痛苦还是开心 都是有那个过程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它就变成一波像像的饭 就像人生一样 那么结果的话 就看你之前怎么样付出 怎么样努力 然后出来的结果 哇一波像像的饭 人生就像煮沙波饭一样 要经过磨练 挫折 要安步就班 一步一步达到理想 达到成果 这样出来的沙波饭 才是香喷喷人 记得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请不吝点赞